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糖 在时隔半年之后 我们的荒隆一斗又再次迎来了复刻 那么本期视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荒隆一斗的攻略吧 一斗的武器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来来回回就三把 首选专武 赤脚 石溃楚 这把武器真的从头到脚完完全全就是为一斗量身定做的 28%的防御力提升你受得了吗 40%的普攻重击伤害提升你受得了吗 88%的暴伤就为你受得了吗 有他的一斗和没他的一斗 伤害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次选技型武器吃骨剑 不管是附属性的暴击率 还是武器特效的增伤效果 全都是非常的契合一斗 只不过需要绑定一个护盾角色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问题 本来钟离就是要进一斗队伍的 最后考虑锻造武器白影剑 剩一物的选择同样不多 只有滑管这一套 二滑管二盘岩只能用来过渡 真的要想好好玩 最后肯定还是要刷四滑管的 主词条防延双暴 副词条优先双暴 其次防御力和元素充能效率 一斗的命之作 他这个命作设计 一命和二命的效果都非常不错 性价比都很高 一命可以帮助大家快速 且稳定的获取乱神怪力的效果 二命可以补充能 以及提高大招的释放频率 其实也就是间接的提高了伤害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看着抽吧 反正这两个命作都挺推荐的 二命再往后就不要抽了 再抽就去遛命 如果屏幕前的你真的有这个经济实力 解锁遛命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获得了全游最顶级的角色之一 就可以感受一下暴力美学的魅力了 没这么多钱的话 也不要紧 给大家分享一个攻略组大佬们建的宝藏圈子 这个闪现一下 找到原神旅行者酒馆开圈庆典活动 十万元时上万创世结晶月卡全部都有 给大家详细介绍里面的三个活动 第一个 十万元时周周送 参与热门话题 原神旅行者交流站讨论 连筹15周 每周都将抽取55位旅行者 瓜分6600元时 第二个 在3.3版本许愿池帖子下面评论区说出你的抽卡愿望 抽取150个幸运儿获得创世结晶礼包 第三个 参与3.36入近名话题活动 在里面发表原神相关的原创内容 攻略组将抽取13位作者 获得68元的珍珠技行大约卡一张 福利多多 还不快来 再来看一下天赋这里的点法 Edo的三个技能都要点 毕业天赋999 优先连普通攻击和元素爆发 其次元素战绩 皇冠给不给还是老规矩 看出力 还有一斗的配队 当前版本最顶级的队伍依然是中五一阿的四眼队 没有阿贝多的话也可以考虑宁光 没办法 既然选择了演戏 那么这注定就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不过其实五郎只需要绑定三个演戏角色就已经能玩了 所以三眼队也是可以使用的 像是班尼特 莫娜 夜兰 这种带有直接增伤的角色 也都是可以进入一斗队伍的 最后一斗的输出手法 阿普我呢不会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手法顺序 因为在实战中手法一定不是完全固定的 它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 比如说个人操作习惯 实战冲农效率 怪物的分布等等等等 没有绝对正确的手法 只有相对适合的手法 阿普我这里主要讲两个点 一是非满命一斗 开大前是一定一定要跌层数的 很多低命玩家一斗玩的不舒服 都是没跌层数的问题 一命A两下即可开大进行输出 零命有两个输出手法 一是先A四下再开大接E技能 然后输出一套 这样我们的牛牛只需要挨打一下 即可跌满层数 即使牛牛不挨打 也可以拥有四层的乱神怪力效果 第二个输出手法是 A两下就直接开大 然后接上一个AEA再进行输出 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满层数的效果 怎么样都行 看个人操作习惯 至于满命那就不用多说了 开个Q按住鼠标左键 不要动 然后等怪死就行了 再来第二个点 E技能尽量Q后放 因为开大之后攻击力会有提高 所以伤害也会高出很多 但是有的时候 大招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能量开不出来 那还能把E技能一直留着吗 对吧 所以说还是App我一开始讲到的那个理论 没有绝对正确的手法 只有相对适合的手法 OK那么本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冰糖 一个专注平民100年的App主 如果这期视频对大家还有帮助的话 还请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见 Respec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